政府计划安排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官员加入政府部门 引起各界争议 甚至遭到马华和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的反对 然而 一党总秘书达基尤丁却批评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患有伊斯兰恐惧症 行动党爱及勒州议员郭子一则表示 有关政策从1982年就开始执行 达基尤丁在今日发文告中表示 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的立场和言论缺乏依据 故意传播不实信息 他表示 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的立场实际上是对穆斯林宗教自由权利的挑战 并可能严重影响国家的宗教和谐 贬低伊斯兰作为联邦宗教的地位 他批评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表现出极端和傲慢的态度 试图干涉穆斯林事务 并界定伊斯兰教义在公共领域的出现 达基尤丁呼吁该理事会撤回不当言论 并重申伊党将继续支持政府 在不侵犯非穆斯林权利的前提下 推进符合伊斯兰原则的政策和计划 郭子义促请马华不要在该课题上混淆视听 批评其政治道德破产 郭子义指出 伊斯兰发展局已在今年8月7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 澄清首相安华指示当局进驻政府部门的说法并不准确 并解释称这一政策早在1980年代初期已开始执行 该政策自1982年实施至今已有42年 期间马华在内阁中任职 如果马华对这项政策或执行方式有意义 早该提出抗议 而不是继续攻击团结政府 企图制造种族仇恨 他在声明中批评 马华的领导层为了获取政治资本 参与散播虚假信息 令人感到遗憾 并称这种做法只会让大马人民对马华感到厌恶 马华混小视听误导公众的政治操作手法 凸显了其政治道德的破产 更让人质疑马华是否真心继续留在团结政府内部 通讯部副部长特别事务官谭正宗也回应马华说 这项安排自1980年代便已开始 绝非现任政府的全新举措 他质疑马华利用假新闻 煽动民众情绪的意图 并要求马华对此不负责任的行为 向宗教部长和公众道歉 谭正宗强调 Jack M官员仅负责组织宗教活动 并未参与各部门的政策制定 他呼吁马华正确理解历史背景 并通过讨论解决疑虑 而非制造分裂 通讯部长法米今日表示 首相安华已指示团结部长拿多艾伦达干和宗教部长纳因莫达 与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会面 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阐明政府立场 法米在美洲新闻发布会上澄清 目前政府并未派驻Jack M官员到政府部门 他强调 现有的Jack M官员仅提供精神层面的协助 并未参与政策制定 我的部门中并没有Jack M官员 有关Jack M官员参与部门政策制定的指控 是毫无根据的 法米进一步指出 只有在特定情况下 政府才会派驻Jack M官员 因此呼吁各方在讨论此问题时 应避免引发误解 此外 法米说 前首相马哈迪批评团结政府遏制言论自由 完全不符合事实 并强调现任政府与马哈迪执政时期相比 差异巨大 法米表示 马哈迪在团结政府下依然享有言论自由 没人阻止他发表任何言论或参加任何活动 马哈迪仍可以自由发言 自由活动自由发表文告 与他执政时期相比 那简直是天壤之别 他进一步指出 马哈迪执政期间曾关闭报馆 打压示威者 并提及26年前一名副首相被革职 即遭到不公对待的事件 称这些都是在马哈迪时代发生的事 而非当今政府 法米也针对击打州务大臣沙努西指控政府部长玩弄政治的言论 作出反击 直言沙努西本人才是最常玩弄政治的人 他指出 首相安华一直致力于推动官方访问 并加快项目进程 以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 法米强调 作为政府议员 应该优先考虑公共利益 确保人民从政府的政策中受贿 宾州首席部长曹关友 回应击打州务大臣莫哈为沙努西提出的诉讼威胁 并表示接受对方的挑战 及通过法律途径处理这一争议 沙努西早前声明 击打州政府将入禀法庭 向宾州索取每年5000万令吉的升水费 对此 曹关友在出席 宾州发展机构的一项活动时表示 既然击打州政府决定走法律途径 宾州政府也会采取相应的法律手段应对 曹关友指出 之前对于这一问题双方 仅限于口头回应 而如今若沙努西正式采取法律行动 宾州政府也将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 当被媒体问及 是否会采取水来土挡的策略时 曹关友笑着更正称英为水来水挡 他强调 此事的最终裁决将由法庭决定 此外 曹关友提到 处理跨州甚至跨国的河流水源使用问题时 国际法令也将成为重要的法律依据 三名行动党领袖林吉祥 林冠英和郭素庆起诉一党议员西蒂马斯杜拉的 亲戚论诽谤案 今日在槟城高庭开审 林冠英在庭上接受交叉盘问时表示 西蒂马斯杜拉将林吉祥 李光耀及陈平扯上亲戚关系 并声称这一家人有华人议诚 要控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是非常危险的言论 林冠英指出 西蒂不仅在去年11月4日的演讲中 提出这些言论 还在今年1月13日 在马来西亚前风暴上重复了诽谤性言论 辩方律师莫哈莫法伊兹 提到被告西蒂马斯杜拉的演讲视频 仅为部分内容 并询问林吉祥 是否知道相关活动是否公开 以及演讲内容 是否涉及巴勒斯坦等问题 林吉祥对这些问题 多表示不知道或不清楚 林吉祥回答 马来西亚华人家庭中 不同姓氏的亲戚是可能的 并指出西蒂马斯杜拉的演讲 提及亲戚关系 被认为是针对行动党的阴谋 辩方还提及伊党的理念 是否坚持伊斯兰教义 林吉祥对此表示不清楚 针对行动党曾标签 伊党是塔利班 是否成为普遍的问题 林吉祥则强调 要讨论的是 有关言论是否涉及 诽谤而非普遍性 此外 林吉祥对西蒂马斯杜拉的演讲 是否控制当今大马的报道表示 尽管没有控制 但有暗示 有关言论是否质疑 有关言论是否质疑 在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